这只是B3的一角 27亿的话这是它的目标 但是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我们来看 有的城市监控头已经达到上百万 另外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图像 有的在不同的就是关键的地位 关键的部门和地方 它也是有层层叠加的各种监控视频 首先我们看到今年新年国庆 习近平他去所谓的外访了 新年给就是群众拜年 他的第一站就是进的是北京的监控中心 所以你看他花了近一个多小时 跑到监控中心去观察去参访 然后再通过监控中心 跟主要的地点的这些公安人员 进行对话进行问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监控 在习近平的整个治理体系中 或者是控制体系中 那么是有重中之重的地位的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监控 其实射向镜头是一个 但是中国另外根据各种高数据的 大数据的对身份证的控制 对网络的监控 所以这东西如果把它给放在一起来看 我觉得就是摄像头的监控 那么只是冰山的一角 所以我们说中国现在成为一个 全天候的一个监狱国家 用英国特殊家边境的话来说 是一个panoptic state了 那我觉得一点不为过分